目前安卓微信发布了8044测试版 这次更新也带了许多新功能 首先,在微信的设置 通用 现在加入了翻译功能 用户可在里面选择想要翻译的语种 翻译场景可用在微信聊天 朋友圈 网页以及图片 微信拍一拍测回功能进行优化 以前拍一拍长按后可进行测回 但现在拍一拍好以后会出现测回提示 点击后即可测回拍一拍 在微信的设置 帮助与反馈 这里我们点击右上角的搬手图标 所有选择修复搜索故障 现在里面多了一个 修复设置铃声系统错误问题 如果大家遇到微信铃声问题 那么可在这里进行修复 在微信的设置 聊天 现在里面多了一个 使用独立的发送按钮 关闭时发送按钮在键盘的下方 而开启后发送按钮会来到表情的旁边 更新后开启关怀模式后 现在里面多了一个安静模式 打开后微信将不会播放声音 另外更新后微信群聊的头像变成了正方形 而此前头像的视角都是弧形 也不知道这是bug还是什么 目前我也就发现了这一变化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其他的发现 欢迎留言分享 而想要体验测试版的朋友 也可以在这里进行获取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